接下來要講的是PHP的API部分 然後PHP主要就分這四個部分來講 然後第一個是認證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reserved資料 然後第三個是reserved at least of profile 然後第四個是申請的notice 然後我在這邊會講OSAP還有Kanai login這兩個 然後這邊是Kanai login 它是只有在PHP部分主要是比較特別提供給那個receiver list 然後那邊後面會講 然後OSAP是 它跟Kanai login比起來 它就是不用在code裡面有 在username還有password 然後其中OSAP就是如果只是針對單一個 只針對單一個那個service的話 就不用就是可以使用OSAP比較快 然後之前前面忘記講到OOS OOS好像就是可以 它就是你可以就是選取多個服務 而不是只有單一個服務 如果你使用多個服務的話 好像使用OOS就是可以在授權那邊 使用者確認那邊好像就可以選取 你要提供哪些服務給這個token 所以說這token你授權給它使用哪些service 然後這邊是retrived user's health profile裡面 然後有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retrived user's CCR data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針對特定的CCR 把它取出來 然後第三個就是設定query 然後其中這裡面就是設定query 那邊我會講的比較多一點 然後這裡面就是介紹query 然後它這些參數就是 其中第一個就是save digits 然後第二個就是設定特定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針對你這個query 要去抓這個query你要抓哪邊的範圍 然後第一個就是你profile的類型 你就是profile的類型它裡面有分 就是前面有講的有condition 然後medication 然後alert 就是過敏 然後第三還有就是那幾個類別 然後我這邊是不小心就是從 那這邊是重複到 然後它這個query你可以選擇把它設定成group 然後有個true 然後設定出入的話就要設出 然後預設是false 然後前面這個setdigit 它也是預設是false 然後如果你要的話就給它設定成true 然後這個功用在後面會講 然後你這個group把它開了之後 然後它還可以再講的去設定 一個是你要開啟的group 然後每個group包含幾個資料 然後這個group 你直接後面前書就可以設定 你要開啟的group 它這個group 就是說你回傳的時候 它回傳回來的資料 它要怎麼就是去回傳 就是要分就是它怎麼回傳給你 然後在後面再講那個 那個CCR那邊 它會有一部分有個CCR 那個xml 那個那邊會特別講一下 然後這個make result in group 就是說每個group 可以包含幾筆資料 然後這個如果你setdigit開的話 它這邊你就可以使用這個gdata 這邊前面這邊是 前面這邊是heals所提供的 就是針對heals再添加進去的一些功能 然後如果你把這個設定成true之後 你就可以再使用這部分 然後這部分 然後這部分是gdata的gdata的 gdata的參數 然後 它有star starindex maxresolve publish min max update min max 然後其中 其中這四個 它使用的是 它所傳進去的時間格式 就是照這種時間格式 然後年月日 然後分隔 然後小時 分鐘 秒 然後後面就時需那些 然後make result就是說 你這個傳回來的 總共就是 非常的資料的 它每一筆資料就是用一個 一個症狀就是說 像如果condition有C1C2的話 你C1C2 C1C2是一筆資料 C2是一筆資料 它不是用condition這樣是1 然後 mudication這樣是1 它是 每一筆資料是真開算的 然後starindex就是說 你這個query 第一筆資料要放在哪 然後這邊是 如果去針對 各個不同的CCR的部分 去取它的那個資料 然後 就是說你可以 它裡面有提供 參數就是說 你entry取回來之後 你要先把它 弄成CCR 它這個函數 之後把它弄成CCR 把它傳回來之後 然後裡面有一個 就是取得這部分的資料 就是取得 這個就是過敏 就是把過敏 就是 因為它資料 存回來它就是沒有 就是 很亂 然後它 至於它後面如何顯示 我在後面會講 然後它其中就是 你可以針對不同的資料 把它提取出來 然後 condition這些 然後其中它那個 這個 Pofile裡面 除了 保險 還有 那個file以外 其他都可以 使用API取出來 是針對PHP的部分 然後 然後 retrieve alist profile 這部分在PHP裡面 比較特別 它在PHP裡面 它只允許使用 clinlogin 的取回 token 才能使用這部分的API 因為 像我前面這個 我那個 在我 帳號裡面 我有創了三個 profile 三分profile 然後這部分 是profile的名稱 然後它 每個profile 都會有對應的 profile ID 然後這每個ID都是 獨一的 唯一的 然後 我們有 不可以重複 然後 當我使用clinlogin之後 我就可以取 取到這一份 這個list 這一份 這個 就是列表 帳號裡面 有多個profile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樣的應用 一個帳號 你就是 假如說你現在你要分享給ABC三個人 可是你要分享給他們的資料是不一樣的 假如說我要分給A的是condition的 B的是mentation 然後C可能就是其他的 不然就是我可能就是要給A的資料範圍 就是它 你可以針對你要給某個人分享的話 你可以充一個新的profile出來 然後填入資料 然後再把這份資料分享給其他人 然後再分針對分享 如果你是自己的話 可能你可以針對說 在不同情況下 在不同情況下說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就是說你在 你就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可能Condition可以分開 Condition獨立分開 這樣分開 然後它因為它分享出去 它只能針對這個profile 分享出去 所以說每個人看到的 就是不同的profile 這很重要 就是這個 這也是跟安全也關 即使是 就是說我醫生 要 要 要再分享 或是要再做這些事情 都不可能把所有東西去分享 每一個而言是一樣 那你分享 現在用網路上 網路上面 有很多同學在使用這個 呃 前兩天也沒有在分享 有一個研究 分布用多的人 男女朋友會分手 會有問題 那對講 在這邊 所以 這個隱私的那個 的部分 你是要到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這個程度 保護到什麼樣的程度 哪些東西是可以在網路上講 哪些東西是 不能在網路上講 有人用 多人看的 記帳 記帳了以後 他可以全世界人知道 他們這個財務